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特别远赴从洋来到了坤山 我们特别专访的一个就是来自台湾的名人 请Felix先搭春海 我們現在要問他什麼問題呢 就是身為一個快40歲了 但是身上存款卻沒有一毛錢的人 是有什麼樣的感想 要怎麼突破心理的困境跟難關呢 會不會一直想不開就跑去跳河自殺 是不是要問他如何突破這個困境 你為什麼會覺得我身上比一毛錢的存款都沒有 因為我是仙姑 我會算 小錢沒有 我們聽到了小錢沒有大錢都有 所以要借錢請找他 大錢沒有小錢 好 我們言歸正狀一下 因為他其實呢 是一個非常有聰明跟頭腦的人 我們就來問一下說 如果你需要創意的時候 遇到一些瓶頸 你該怎麼去處理 遇到瓶頸的時候 你要聽那個正經的回答 還是臉小微 就是有沒有什麼樣的屁股 可以透露給大家 沒有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命運 對啊 就是船到橋頭自安直 所以那你的船到了沒 大概在河上走 但是到頭了沒 我不知道 所以還沒到對不對 那你買船票了嗎 沒有船票怎麼上船 有啊 已經上船了啊 上船了 對啊 那你去那個船沒有漏洞嗎 對 所以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當初上船的時候 覺得這個船應該可以走很遠 那遇到困難的時候 就是船出狀況對不對 但是你還沒靠岸啊 你還沒靠岸 你也不知道 你到底什麼時候可以上船 所以你在想跳船了嗎 呃 沒辦法跳 因為你跳下去就是死路一條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讓他走到那個 走到終點 然後看你的終點在哪裡 有可能終點不見得是很好的 所以你現在上的那艘船是鐵達尼靠龍 我也不知道耶 有可能只是一個獨木舟之類的 所以那你在你在汪洋之主 看到另外一艘船的時候 你會想要跳船嗎 會 會 我會把船往那個大船的方向施 所以白話就是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在海溫搖中 對啊 你要找尋其他的機會啊 對啊 你要在這個茫茫的無海當中 你要找尋其他可能的機會 那你怎麼挑船呢 那船可能看起來光鮮亮 結果一上去就是爛船啊 木板都爛了怎麼辦 這個啊 我為什麼就說 在挑選之前 要我過去了解 從哪些地方去了解呢 認識的品牌嘛對不對 對 就要挑選自己熟悉的產業 那如果是你自己不是特別熟的 那你就不要太泡然的去 去從事那個行業的工作 那當然今天如果你有一個 特地助手或者說他跟你很好 然後他是那個很熟悉的人 那過去你可以跟他一起過去 那如果沒有的話我覺得 你一定要自己考量很清楚 所以你當時思考多久 你說 決定上船這件事情嗎 對 你思考了多久 大概三個月左右吧 因為這三個月過程中 三個月 對啊 這三個月過程中 因為其實我做的這件事情只是 呃 也不能算跟自己過去的經驗完全沒有相關嘛 對 所以 當開始知道這個機會的時候 呃 我自己原本的事情還是在做 然後 對 那在跟對方 一次無相了解的過程當中 過去參與到一些實際面的知情嘛 那 呃 你在知情過程當中 你不會自己有感覺 這是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所以你會後悔嗎 不會後悔啊 所以不會後悔 我從來都沒有 沒有在後悔 後悔什麼事情 因為很多事情你做了之後 你就是做了 你後悔沒用啊 所以後悔沒用 如果看那個櫻桃小丸子 欸 那個誰 小丸子他姐姐說一句很經典的話 他說 人生就是不斷的在後悔中度過 你沒有後悔就對了嗎 我覺得 就是因為人生不停的都在後悔 過了中度過 所以 你永遠都沒有辦法去 去把你當下的那一個 那一個 那一個 你永遠都不會覺得 它是最好的 因為你一直都 會覺得說 可能會有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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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你永遠都不知道 所謂的最好的東西在哪裡 喔 了解了 所以呢 就是告訴大家 不管怎樣 就是勇往直前勇敢的衝 就算失敗了也要去嘗試 說一定要去衝喔 我沒有說 就算失敗也要去嘗試喔 那是什麼呢 你要自己評估 如果衝死了之後 會不會怎麼樣 譬如說你拿好 假設你拿一百萬出來做好了 那這一百萬如果沒了 你會不會怎麼樣 喔 就是評估後 再決定要不要衝就對了 對啊 如果說你沒有這一百萬 靠要去創 那你就不要去讀這個嘛 對不對 嗯 那有什麼建議 給所有想要創業的人 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先去摸熟了摸透了之後再說啊 那你花的時間越多 你了解的越多 你認識的 越深入 了解的越深刻 就是朝你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然後來去創業 然後在評估後 你可不可以接受這個失敗 那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就可以去嘗試去做 當然你也可以去做 做那個叫做什麼 呃 那個 有可能是 你不熟悉 但是它非常有把握前景的 也可以去往那方去做 就是說在市場上面 還沒有很多人去做 然後 可能它是非常有機會 可以發展神明性產業 那我覺得這個也可以去嘗試 那其實在這個問題 會比較辛苦 因為你要不斷的去了解這個市場 所以 花的時間跟經歷可能會比較多 但是我覺得它帶有的回報 也會比較多 那你去做成熟的產業 相對來講 它風景比較小 因為信心很公開很公明 你所需要的信心 你都可以很簡單的去過去 那代表這個產業 其實 它的競爭本來 每個人都能做 那每個人都能做的時候 你要把它做出 很有自己的分別 那我覺得 它的成功性可能就比較低 所以這就是 教給大家的 創業的一些 小貝伯 那看你自己的想法 是怎麼樣的吧 有些人創業 它是為了要賺快錢 對啊 有些人創業 有些人創業 它是為了要 夢想 對 或者有些人創業 它是覺得說 我做這件事情 我是要讓它做很簡單 比如說 我就真的把它當成 是我一輩子在做的事情 所以看你創業的目的 是什麼 有些人創業的目的 它真的只是為了要賺快錢 那我覺得 如果只是為了要賺快錢的話 其實 一些 還沒有人在做 你去當先行者 有風險 但是覺得 你也很有機會 能夠賺到 發展聽到就對了 對 那等到 市場開始慢慢的 成長起來 你就可以 趕快再把你的東西 給脫掉 再做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Vex 跟我們講的一個 創業的一個小撇步 那以上就是 非常不專業的 記者 在昆山的採訪報導 大家下次見 拜拜